教宗方濟郭在公開接見後 祝勝了這座數象 數象以被陰為題 描繪一隻隔紙 幫一個無家可歸者擒被 這座真人大小的青銅數象 是贈送給 遵奉聖雲仙精神的男女修會 和在俗會組成的聖雲仙大家庭的禮物 演示會總會長 覆述了教宗在祝勝儀式後對他說的話 復制的數象會安放在世界各大城市 並且扶有二維碼被人掃描 不用來認識聖雲仙會事的工作 並且捐款支持聖雲仙會 透過聖雲仙大家庭 無家者同盟 對抗社會上無家可歸的現象 由此數象產生的宣傳品或者捐款 受益將轉成全球的聖雲仙大家庭 無家者同盟 我們計劃五年內 在全球160個國家 為1萬人提供住所 數象的作者施賣次認為 他的作品不僅是作為藝術品被人欣賞 亦是行動的號召 這個無家者和小鳥的對比 以及小鳥幫助無家者的形象 我相信可以觸動人心 大家或者會在生命中某一個時刻受到震撼 這樣可以令到他們切實思考無家者的處境 和他們應有的責任 數象在教會紀念世界窮人日前夕 在聖伯多禄廣場揭幕 而今年世界窮人日的主題是 耶穌基督為了你們成了貧困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